妻子每逢周一和周三都加班,悄悄娶她单位守住,看到她我茫然。 大学期间,我曾有过一段恋爱经历,但是,这段恋情最终遭受了毕业死。 因为这段特殊的经历,使得我在工作之后,不再轻易触碰爱情,直到过了适婚年龄,且看到身边同龄人都纷纷结婚,才在父母安排的相亲下,和妻子认识并结婚。 婚后,我和妻子过住较为平淡的生活,且也非常享受这种平淡的状态,但是,妻子却没有熬过七年之痒,因为她给我戴了绿帽子。 事情要从一年前说起,当时,他们单位刚换了领导,使得他们在工作中不敢再马马虎虎,且关于她领导做事严谨这件事,在我们当地已经传开。 在此情况下,妻子每逢周一和周三加班这件事,我也就不足为奇了。 然而,一年后的今天,我居然发现,妻子在加班的过程中,竟然和她某已婚男同事关系不一般。 大约十几天前,有个朋友提醒我,发现你妻子最近和某某某走得很近,希望你稍微留意一下。 于是,在妻子加班的时候,我就去她单位守住,我发现,当她加班结束之后,并没有立马回家,而是,和她同事去了某城中村的院子里。 并最后落实,那间不到十平米的房子就是她俩租来用作独处的场所。 后出轨时期,妻子向我承认了错误,并告知,她从来没有想过和我离婚,只是觉得婚姻生活太过平淡,所以,才做了愧对我和孩子的事情。 与此同时,妻子也向我郑重承诺,从此以后,保证和情人划清界限。 妻子真的会改吗?这样的妻子值不值得我去原谅?回复。 感情是非常奇妙的,当两个人在一起相处久了,很有可能障眼日久生情。 我坚信,很多人之所以选择在婚内出轨,一定不是有离婚的念想,而是在某个瞬间,突然没能管住自己,从而偏离了婚姻的正确轨迹。 但是,当一段感情中出现了第三人且需要抉择的时候,肯定要优选那个对自己而言相对重要的人,这时候,你的妻子又真实地觉得,在她的生命中,你比情人重要许多。 为此,能告诉你的一个事实是,你的妻子在选择不离婚的同时,就已经决定了改过。 关于离婚与否,主要取决于你对你妻子给你戴冒这件事的认知,以及综合考虑孩子感受,双方父母感受以及离婚成本后的真实感知。 如果你最终选择了原谅,希望能真正做到原谅。 另外,离婚了,未必就真的解脱了,因为还要面临婚姻重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